观众朋友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与彭帅有关的消息 著名日本籍网球运动员大阪直美在个人推特上面发文 并用了彭帅在哪里这个超级话题标签 他对于彭帅的指控表达担忧 并表示审查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道理的 希望得到彭帅的有关消息 而在昨天早些时候 南网冠军德约科维奇也发声表示 对于彭帅失踪感到震惊 并说希望他安全无恙 有趣的是 德约科维奇与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曾经有一段交集 李克强在访问塞尔维亚时 当时二零一四年小德在外比赛并未到达现场 但是他托自己的叔叔赠送给李克强一支自己的球拍 根据来自央广当时的报道 李克强对于小德的叔叔说 你侄子在中国被亲密称为小德 他的表现很出色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 消息是表示美国要求中国释放石油储备 这是美中经济合作讨论的一部分 最近美国通货膨胀率出现明显上涨 而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拜登政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 要求考虑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美国要求中国释放战略储备 以帮助稳定美国以及国际现在飙升的原油价格 而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这是两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合作讨论的一部分 消息是向南华早报透露 美国希望中国与美国一起携手释放原油储备 而这个问题在习近平和拜登的虚拟峰会上被明确提出了 此前王毅和国务卿布林肯的电话交谈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而目前双方的能源部门正在谈判有关细节 中国方面对于美国的要求持开放态度 但是目前没有承诺具体措施 原因是中国首先要考虑国内的消费需求 根据南华早报引述资料 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战略石油储备达到七点二七一桶 而中国有两一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 文章分析如果两国同时采取行动 将会对全球石油价格产生深远影响 而不论中国决定如何 华盛顿可能最快在下周就会宣布 将在明年年初开始逐步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而在周二晚些时候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 中国当局将密切关注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 根据来自新华社的报道 韩正当时表示 我们必须加强对于能源贸易和储备的管理 以更好的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 而同时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级习近平也说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应该倡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 加强天然气和新能源方面的合作 有分析师对南华早报表示 目前每桶八十美元左右的原油价格 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立即释放战略储备 现在还不是中国释放的时候 但是美国确实有这样做的动机 分析指出中国在过去十四年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 但是中国的原油储备大概相当于四十到五十天的进口量 美国的规模则是九十天的消费量 分析人士对南华早报表示 美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协调将有助于利用与欧佩克还有俄罗斯的谈判 向他们施压以提高产量 同时经济也是中国政府声明中提到的潜在双边谈判合作的三个领域之一 另外两个是外交和气候变化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驻华大使有关情况 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选择搁置拜登总统提名的美国驻华大使人选尼古拉斯伯恩斯 并发表声明 卢比奥声称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公共服务方面有很长的职业生涯 但是这是一个被定义为未能理解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的职业生涯 卢比奥写道 事实上伯恩斯对他目前与在中国经营的五国级公司的业务关系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意或者担忧 卢比奥还声称 鉴于本街政府对于中国的软弱态度 包括游说反对我的两党合作的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 博恩斯正是我预料中的拜登总统的提名人类型 而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与中共同处一室的美国衰落的看守人 目前博恩斯本人以及白宫方面尚未作出更多回应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观点文章 文章介绍拜登政府很快就要明确是否计划向中国派遣官方的北京冬奥代表团 消息人士表示白宫预计将很快宣布拜登总统还有其他美国政府官员不会出席北京奥运会 消息人士表示这种外交抵制的目的是在不影响美国运动员的情况下 对于中国政府的人权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文章介绍虽然政府还没有最终确定有关决定 但是已经向总统提出了正式建议 预计拜登将在本月底批准这一决定 拜登政府消息人士证实 这一进程的时间与昨晚的虚拟元首峰会没有关系 本周此前曾经有来自CNBC的报道称 习近平打算向拜登提出冬奥的问题 甚至可能亲自邀请他出席 但是在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中 这个问题却根本没有提及 同时文章介绍 白宫对于拜登和习近平会晤的解读指出 拜登对于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做法 以及广泛的人权问题表达了关切 同时作者认为近几个月来 拜登政府官员对于奥运会有关的问题几乎沉默 拒绝透露拜登是否会支持全面抵制或者是有限的抵制 而作者分析认为既然拜登习近平虚拟峰会已经完成 政府就少了一个推迟宣布外交抵制的理由 美国政府也将通知盟友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跟随美国的步伐 而说到拜登和习近平的峰会 在今天晚些时候 当记者问及拜登有关于与习近平峰会的情况 并且谈及有关台湾问题的时候 拜登意外说出他是独立的这样一句话 尽管从前后文来看 并不清楚拜登所指的独立到底是什么 台湾独立一直是北京十分敏感的话题 外界普遍分析认为这是拜登总统所犯的一个口误 目前白宫方面尚未就此做出任何澄清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